嘩,一間間露天冰屋 是不是好像由露神的Elsa女王變出來呢? 這個來窄房市只不過是一個中車程的Ice Hotel 1300港幣左右就住到了 今年錯過了,不要緊 下個冬天早點預訂吧 如果沒有勇氣住的話,都要來玩雪上活動 我就格過價了 這裡的狗拉雪梟、雪地香蕉船、雪地飛輪 雪地電單車都便宜過大型度假村一大折 好像雪地電單車一樣 玩15分鐘都是173港幣左右 如果在度假村玩,一定貴幾倍 而且Ice Hotel一帶夠空曠 人又少,飛車、飛輪不都好 不用左閃右臂,點飛都可以,free好多